是這個音樂來的 我不懂的 你就是EVA的音樂 繼續是懷舊東西 再舊一點 你玩得很像 這個是David親節的音樂 這個就是金剛舞對哥斯拉 這個是不是1962年 這個我記得了 第三套 就是金剛呢 我們剛才研究 我覺得這個造型 比較現代化 他的Poster 那張哥斯拉 1962年那個 是更加像一個人 穿著衣服 Poster是更加肉酸 Poster是更加肉酸 這個盒其實很有趣 他用了玩具 重新replace了哥斯拉的位 原本戲的Poster 是這個樣子 就是紫色也更多 那時候 如果你想看完造型 你就去哪裡 去哪裡 當然去 這個新宿 那個Gracery Hotel 因為有一隻哥斯拉 高舞秘丁 然後你走進去裡面 他就有了歷代哥斯拉的Poster 好漂亮 那張特攝照 嘩 好似的 一定後面要定 要有個富士山 哈哈 很棒 這張特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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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六 十 這張特攝照 這張特攝照 即是拍得住Bandai 那張特攝照 代價錢不一樣 這張特攝照 它這裡可以動 手 如果它加上頭燈 腳 噴火的燈 這個應該是MUNDU MUNDU MUNDU有條舌 有條舌 對 這張特攝照 對 我很喜歡這個質感 這個才是哥斯拉的質感 他這個是不是一個系列 還是怎樣 我想 因為Likker 他經常都把某一套電影 就出一隻 就是這樣 又沒有人跟他對打 就是MINGKONG 有沒有出到的 MINGKONG 我忘記了 有可能有人 不知道他出那麼多 而且我覺得他一選 就選出這個對KINGONG 有點怪 我猜他之後 他之前有選過其他的 例如對這個三頭龍 那些才是最經典的 我反而期待他如果出三頭龍 還有那個機械哥斯拉 但好像比較少出的 就是這間廠 主要都是出哥斯拉 很上鏡 有這樣拍的 對 很漂亮 其實哥斯拉在美國是熱的 很多人認識的 很奇怪 因為他以前有做 那些舊電影 但當時日本人的演技 其實在外面 不是日本人去看 很誇張 不是他看那些特技 看一隻怪獸 好像我們小時候看 那樣 看一隻怪獸 踩爛屋 爆炸 這個口射出來的黑火鍵 比其他一比十二的 有無限的可能性 這個黑火鍵可以放在其他工具 龍珠的也可以 重點的價位是便宜的 不浮痛 多少錢 這隻 我估計也是兩塊 不是吧 這隻不行 斷根青也不行 多重 價錢就不知道 大家上網看看 就是這樣 原來是65周年 對 可以多動一下 腳和手 他在活動範圍比較實 腳就沒怎麼動 動不動 可以坐下 你沒理由這樣 沒有理由這樣 沒有理由這樣 不會這樣 很愛 你那個留髮 哥斯拉的兒子才會做 他斜切的 你明白 我哥斯拉的兒子才會做 我哥斯拉的兒子才會做 很萌 我老婆見到這個 很開心 這個燒 你老婆也喜歡哥斯拉的嗎 不喜歡 他這個好像挺個人 我小時候很喜歡 我小時候很喜歡 哥斯拉 真的嗎 他以前 我忘記了 是否是Takara 出過一個1比6的 是穿這個哥斯拉的衣服 你有沒有印象 你有沒有印象 這裡可以拉開 然後打開 有一個人在裡面 好像在拍戲的時候 MACCO沒有出過 MACCO沒有出過 好像出過兩隻 好像 兩隻 反正調味道 對 這個 這個 有師兄沒有完成 剛才印象龜 原本是SDCC限定 因為太受歡迎 就出多次單隻裝 但是不是Exceler一樣 有師兄說 是哥斯拉含著臉花 這個就像吸煙 噴點煙出來 吸煙 這個味道很棒 對 我不知道 那些 當年你做到要發光 對嗎 有 黑白片也有發光 會有 對 其實這一個 他說他吸了那些 輻射 對日本人來說 是有一個意思 對 有一個意思 對 就是那些 核輻射 他手掌 原來手指 這裏都有一個關節 對 很棒 可以開著一輛車 比較小 他有一輛 是咬著一輛火車 對 很棒 很經典 那些 1比5 1比150 那些 你猜一比多少 不知道 我猜 1比200 例如這麼高的Ultraman 應該是1比多少 我猜我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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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會配合1比220之類 1比280 我覺得是 嗯 即是你用那些車來做一個Fusion 就是這樣 嗯 腳 有兩個洞 又有地圖 腳趾也能動 腳趾 這個黏 這個不是關事 不是 不是 是 好 好 今天玩具就這麼多了 還有沒有東西想 吹吹吹吹 什麼呢 這個禮拜好像靜一點 提出了復仇者的吹吹 Metalfill 新系列 哦 不知道什麼 你叫什麼Infinity 我知道 你知道 就是一個盒大一點 是 加多一個配件 然後價錢加倍 裡面的東西一模一樣 你講的 無限地貴 所以叫Infinity 是啊 只是和大家買個大小 就是出了一個便宜一點的系列 也出了一個貴一點的系列 好 你試試看 不知道 我以Bandai的政策來說 當然是貴也好 你便宜一點 例如俠金雲這樣說